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朋友 长毛猪老师 今天长毛猪老师呢 要来跟大家介绍 戏友分类里面的 套跟称 这两类的戏友哦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集 有讲到我对戏友的分类 总共有四大类 是哪四大类 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一个是套 第二个是称 第三个是拉 第四个是哪 套 称 拉 哪 就是我们戏友分类的四大类哦 所以今天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 上场的就是套的偶 闪声 欢迎他们 都没有在动 好啦 交代大家一下 戏友是要有人操作 它才会动的哦 如果没有人操作 它自己会动起来的话 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来看看 哦 这个 这两个是什么呢 哦 这是海棉球 最简单的套的偶呢 就是不管你用手指头套 还是用整个手掌套 还是用脚去套 或者是穿戴在身上的 这个整个人套进去 都可以算是一种 取套的戏偶 像这两个呢 海棉球 我们帮它切两个洞之后 就可以把手指头 这个是什么动作 这是套 对不对 就是把手指头套进去 那有的人说 这样它可以变什么呢 就因为它这么简单 这么单纯 所以我们可以让它们 有更多的变化 比如说 这两个好朋友 喂 大头 干嘛 大头 我跟你说 今天听说有那个长毛猪老师 他要示范戏偶 哦 真的哦 哇 一定好精彩哦 平常我最喜欢看它演戏了 对呀 可是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去 没问题 我告诉你哦 我等一下会开车去 我可以载你啊 可是我不知道地方 那刚好 我知道地方 那你载我 好啊 好啊 那我们中午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走 这边啦 是不是 变成两个很有趣的角色了 对不对 好 那像这样子手指头套的呢 是最简单的一种 套的操作形式 那你说 我又好像没有找不到这个海绵球 没关系啊 这个是什么 乒乓球也可以啊 乒乓球 你小朋友的话 请爸爸妈妈帮你稍微挖一个洞 然后呢 你们可以用纸卷 在旁边黏一圈 这样子手指头就套进去 又不会被乒乓球的那个鞭给割伤哦 我哥哥 他们自己跑去看那个长毛猪老师 做偶的示范 都不叫我 哥哥 山马要去啦 哥哥 等我啦 乒乓球 乒乓球 也可以当作细藕哦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呢 好 所以像这样手指头套进去的藕 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叫它是 手 手指头 橘子让它在这里好了 橘子 鬼 你们中午想吃什么呀 闪 你怎么这么爱生气啊 太好了 我知道了 你想吃香蕉对不对 嗜嗜嗜嗜 那你也要吃啊 嗜嗜嗜 你還吃兩條 吃吃吃 好好好 那我就多買一點給你們 是不是很好玩呢 像這樣子呢 我希望如果你有收看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學校老師 尤其是幼兒園老師 這種藕對你們來講 實在是太簡單了 很容易做 就是用紙 畫出你的角色形象之後 當然這個紙稍稍讓它厚一點 不會那麼容易就垂下來 然後在後面呢 再捲一個三角錐形 把它黏在你的角色 這個藕的身上 它的背後 這樣子你的手指頭就可以套進去 來操作演出了 這種藕我們叫它手指藕 當然自己做 有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呢我們去玩啊 不管去什麼海生館啊 或者是去遊樂園區 有的時候他們也會賣一些 這種小小的現成做好的戲藕喔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藕呢 你們只要看它有沒有可以操作的地方 當然這種操作不限於是用套的方式 也有可能是拉線的啦 也有可能是用撐的啦 所以當我發現這一隻青蛙 它如果沒有操作的那個機關的話呢 沒有設計那個部分 它就是一個什麼 絨毛玩具 一個娃娃對不對 可是你們注意喔 在它的肚子下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洞 這個洞在幹嘛 不是給它塞東西的 是讓你的手指頭可以套進去的 所以當它一套進去 它可以被拿來演操作演戲的時候 像這個原來的絨毛玩具 它就可以變成是一隻藕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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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有趣呢 喔 這裡還有兩隻也是手指 用手指頭套的 這兩隻很珍貴耶 因為這兩隻呢 是我的好朋友 一個西班牙的劇團 他們送給我的 而且這個是用 這個是用麻布所做的 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所以我的好寶貝他們 很怕他們會哭起 會壞掉 喂 喂 你今天想去哪兒啊 我今天哪也不想去 為什麼 因為現在疫情又開始嚴重了 我很害怕 對喔 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待在家裡面吧 嗯 待在家裡面最安全了 喔 對了 嗯 還有要戴口罩 對喔 但是好像沒有我們的口罩耶 嗯 也是 希望有一天 人類可以幫我們做口罩出來 喔 好吧 那我們去看看有沒有人類願意幫我們吧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 手指藕呢 因為你的一根手指頭 就是細藕的全身了 所以它很容易操作 但是也因為它小 所以它沒有太多的機關 可以讓眼睛眨 或者是嘴巴動的機關設置 但是沒有關係 如果你們可以很投入 然後給你的細藕一個特別的聲音的話 它們一樣是可以活起來的 好 接下來呢 除了手指藕之外 像這種整隻手套進去操作演出的藕 讓大家猜猜看 就叫什麼呢 整隻手套進去 當然顧名思義就變成是手套 喔 好 像這樣手套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沒事 沒事 我只是嗆到而已 好 你要小心一點喔 小黃鴨 你今天中午想吃什麼呀 我中午 還沒想到耶 我也還沒想到 不如這樣就好了 我們到外面市場逛一逛 看到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就坐下來吃吧 好 這也是不錯喔 好 那我們快走吧 是不是 像這樣手指頭套進去的藕 它們顧名思義就叫手套藕 這個也是屬於手套藕的一種 這個有沒有像我們傳統的布袋戲 布袋戲啊 對不對 也就是說一隻手指頭 套在那個吼的頭上 另外兩隻手指頭呢 就變成它的左右手 怎麼只有我一個人啊 我當腦筋耶 算了 好吧 下一次再找人來一起玩 好 時間的關係 所以長毛豬老師要加快速度囉 接下來除了這個套的藕之外呢 在我的左手邊就是 這是什麼 撐的藕 撐的藕是什麼意思呢 撐就是我們拿一個硬的材質 來操作我們的細藕 像這樣子 拿兩個棉洗塊 撐著這塊海綿 這個就叫做撐 好 不要看它這麼簡單的一塊海綿 它也可以非常有趣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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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怎麼這麼多人啦 哦 希望大家可以嘗嘗看我們的影片 尤其要支持我們的工具團 還有長毛豬老師哦 哼哼 唉唷 撐 撐 撐 哇 哇 這邊好多套的藕哦 喂 嗨 你們好 喂 現在沒有人操作它們所以不會動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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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畫上你的人物角色之後呢 它就可以變成是 紙板偶或者是紙片偶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拿來說故事 拿來演戲囉 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們可以演出什麼戲呢 有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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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要跑 不要跑 大野狼 看你往哪兒跑 不要跑 不要跑 救命啊 救命啊 賭書人啊 求求你救救我 我為什麼要救一隻大野狼啊 如果你救了我的話 等一下 我獲救我就報答你 給你很多的金銀財寶 好 真的啊 好 那你就躲在我的書袋子裡吧 書袋子裡 好 這個就是我的書袋 你躲在裡面 獵人一定找不到你 謝謝啦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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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人啊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大野狼從這邊跑過去啊 大野狼 有 在哪兒 快告訴我 那個狼就往右邊跑掉了 右邊 好 謝謝 大野狼 別跑 大野狼 快出來吧 獵人已經走了 走了 真的走了 快點 看看你 我把我的袋子弄翻了 大野狼 你剛剛說 獲救之後就要給我很多 金銀珠寶報答對不對啊 嗯 這個讀書人還真勢力 好 我現在就報答你 那金銀珠寶呢 金銀珠寶在我的肚子裡 你得到我的肚子裡面 才拿得到 你幹嘛吃我 我已經三天三夜沒吃東西了 不吃你吃誰 救命啊 怎麼有這麼忘恩負義的大野狼 救命啊 你別跑 書生 別跑 這樣子 是不是我們就變成是 撐的藕啦 好 最後呢 再撐的藕 這一種叫做 撐乾藕 就是他們有一根肝子 然後撐著藕的頭 所以我們顧名思義就可以叫它是 撐乾藕 那這個很簡單喔 都是我們小朋友或者是家長 老師自己做的 就是一塊布當它的身體 只要有兩根肝子當手肝 最重要的一根就是 連接頭跟身體的肝子 這個頭呢 這個頭呢 我們是用保麗龍 保麗龍球來做的 然後在上面製造 畫它的造型 之後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室友囉 哈嘍 各位大朋友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紅帽的哥哥 我叫做小網帽 不對 小網紅 你看 我頭上這個是網子 又是紅色的 人家就是個網紅嘛 好了 今天不是來談論我的 今天是來講室友的 嗯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喔 喔 對了 下面還有我的一個好姐妹 你們等一下喔 你們等一下喔 大家好 我是小辮子 你們看我的身體 知道我的身體是用什麼 做的嗎 就是小朋友穿過 無藥的舊T恤 就可以拿來變成 很漂亮的藕的衣服喔 希望大家以後 常常可以自己動手 做戲藕 然後跟著小朋友 或者是跟著你的爸爸媽媽們 一起來演戲 喔耶 好啦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這就是今天 長毛豬老師 要跟大家分享戲藕的分類 再複習一次 這個是什麼 這類是 套藕 好 接下來第二個是屬於 撐的戲喔 下一集呢 我即將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拉跟最後的拿 操 撐 拉 拿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見囉 還有雞胞胎 支持 我們下集見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